面对这样的举动 女孩丝毫不敢反抗 她能做的就是喝完一瓶牛奶 然后便跳下了教学楼 距离高考只有60天 学校里出现了这样的事 所有学生无心学习 蜂拥而上举着手机将现场拍下来 围观的人中只有陈念站了出来 他脱下衣服盖在了胡小蝶身上 然而就是因为这个举动 陈念被叫到办公室里配合调查 面对警察的询问 他说自己不是胡小蝶的朋友 在这里不需要交朋友 郑警官显然不相信 如果不是朋友 陈念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举动 可是还没等问出什么上课铃便敲响了 陈念得以回到教室 却发现班级里的氛围变得奇怪 等走到座位看见椅子上的红墨水 陈念便明白了 上一个遇到这件事的人 是胡小蝶 然而胡小蝶最终还是坐下去了 陈念却没有 老师得知后十分生气 呵斥着搞恶作剧的人 放学后把小念叫到办公室 询问他是否遇到了什么麻烦 陈念只是说没有 很快罪魁祸首便主动找上来 那是一个叫未来的女孩 他笑着说想和成绩优异的陈念一起做作业 但那个笑容却让人觉得很阴森 陈念一言不发地跑开了 于是等到放学回家 他就被未来教训了一顿 可是这样是陈念没有办法和家人说 因为他和妈妈相依为命 为了能多挣一些钱 妈妈常常早出晚归 卖一些三无化妆品 还要常常外出躲避上门讨债的人 陈念唯一能做的 就是更加拼命地读书 为了能避开未来 陈念每天放学就往家里赶 没想到这天正遇上一群街溜子斗欧 陈念路见不平装做报警 然后就被混混抓了过去 钱包里仅剩的50块钱被拿走 手机也被摔坏了 他们逼着陈念亲被打得满脸是血的男孩 不然就狠狠地揍他 陈念只能照做了 这时陈念和小北第一次见面 第二天放学回家的时候 陈念就遇到了他 他把钱还给陈念 然后带着他来到了手机店 小北一边帮陈念修手机 一边和他聊起天来 这句话说的没有错 小北只能低下头继续修手机 然后他送陈念回家 不过见到摄像头的第一反应 就是将自己的脸挡住 陈念不愿意告诉小北自己的名字 他认为不会和小北这样的人有交集 于是在警察盘问小北的时候 陈念低着头走开了 没想到刚回家 就看到要债的人 把妈妈的画像贴满了墙 陈念疯狂地撕下这些纸 但他没想到 第二天电子版的 就发到了所有同学的手机里 陈念在大家的嘲笑声里离开 而未来笑得像一个胜利者 离开学校的陈念遇到了小北 坐上了他的摩托车后座 于是小北把他带到了自己家 犹豫了一下陈念还是走进去了 这里很破很小而且杂乱不堪 小北烧水煮了两桶泡面 陈念望着手机里同学嘲讽的信息 他僵着一张脸 小北却以为他和男朋友吵架了 陈念没有心情反驳 直到小北说 放心 带你回来不是外来说的 明小光干嘛要说出来 本就被家人抛弃的行为 对这些话是什么 生气的他把陈念按到墙上 被吓到的陈念连忙回了家 现在被孤立的人 从胡小蝶变成了陈念 而带头的人正是蔚来 陈念没有忍气吞声 可是他的反抗带来了更肆无忌惮的暴力 被推下楼梯的陈念望着蔚来 那双眼睛告诉陈念 他不会就此罢休 他想起胡小蝶跳楼前对自己说的话 陈念说出了胡小蝶受到校园暴力的事 于是蔚来和他的跟班都被交到警局 在这里他们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反正胡小蝶是自杀的 而且蔚来还觉得胡小蝶就该死 他家里就能拿到一大笔赔偿 蔚来的话让郑警官后背发疗 他开始到学校里四处走访 他想不通为什么现在的人那么冷血 郑警官不愿意稀里糊涂结案 他告诉师傅 很快因为警局的调查 他们三个人被停选了 被波及到的不仅是学生 班主任也因此引咎辞职 虽然班主任说陈念做得对 但陈念的心中却没有底 放学后郑警官找到陈念 他自己也不满意这个处罚结果 可是也无可奈何 因为蔚来的父母十分能开拓 再加上他家足够有钱 有了母亲的撑腰 蔚来从一开始的忐忑 变成了现在的无所畏惧 郑警官改变不了什么 只能嘱咐陈念好好准备高考 回到家陈念给妈妈打电话 他整个青春期受到的委屈 妈妈难以知晓 因为妈妈也自顾不暇 陈念只能坚信 只要自己考上大学就好了 就能摆脱这里污水沟一样发臭的生活 然而这个过程看起来那么短 实际上却那么漫长而艰难 陈念仍然每天按部就班的上学 直到这天回家 看到蔚来正堵在自己家的门口 反应过来的陈念想逃 但却被小跟班拦住 他抵挡住扑上来的蔚来 一边拼命正拖开一边打电话 给正警官求助 可是对方战线 陈念在慌乱中躲进了垃圾箱里 有一个女孩追了过来 就在陈念以为能逃过一劫的时候 手机铃声却响起来 他连忙挂断 这时蔚来也赶来了 陈念害怕的缩在里面 好在那个女生在迟疑之后 没有供出自己 陈念终于能长出一口气 因为未来堵在自己家 无处可去的陈念只能来找小北 因为小北是自己唯一认识的人 洗完澡之后 陈念穿上他宽大的T恤 他站在小北面前 请求他保护自己 小北收留了陈念 陈念睡在床上 小北就睡沙发 每天早上陈念出门去上学 小北便跟着出门 然后再离他不远不近的距离 将他一路护送到学校 这就是小北保护陈念的方式 北说过 不被人欺负就要欺负了 他自己的生活虽然一团糟糕 可是在看到小男孩被欺负的时候 小北还是见义勇为了 所以他的身上每天都有心伤 陈念不知道为什么小北要这样活着 小北也不明白 陈念为什么要那么拼命读书 当看到陈念书上写的这句话时 小北就明白了 他和陈念是两个世界的人 很快未来的小跟班向陈念求助 现在承受暴力的人变成了他 上一次他放了陈念一马 这一次陈念能做的就是陪他走回家 这天小北又满身伤痕地回来 小北说自己从13岁开始就一直这样 因为爸爸离开后 妈妈遇上一个男人 但是那个人不接受小北的存在 那之后妈妈没有带上自己就搬家了 陈念在小北的保护下能专心学习 而在他要出门的时候 陈念就拦着他 他害怕小北被打得浑身是伤 他们会一起骑车穿梭在城市的晚风里 一起在空余的时候装成导弹 陈念问小北 你想不想 一起走出去 怎么出去啊 总会有办法的 他们期盼着美好的未来 这一天小北因为一桩案件被扣押 未来终于等到了落单的陈念 他们找了一群人把陈念教训一个 将他的头发剪得乱七八糟 扑上去撕扯他的衣服 而且还录下了视频 直到被附近的居民警告 未来这才肯罢休 接受完审讯回家的小北 回到家看到满身狼藉的陈念 十分生气的小北想要去给他报仇 但是陈念拦住了他 他们在原地报了很久 然后小北开始给陈念剃头发 紧接着也把自己的给剃了 两人唯一一张合照 高考的日子很快到了 白头苦读十二年 他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与高考同事进行的 还有一桩刚被挖掘出来的女士案 而死者就是未来 警察看到了陈念被欺凌的视频 他们找到陈念 告诉他未来死了 陈念面对审讯一直很淡定 说是发当时自己正在家复习 但是没有证人能证明 政警官主张放陈念回去继续参加高考 然后找了两个人盯着陈念 陈念前所未有的淡定 淡定到仿佛未来的死真的与自己无关 他记得未来那天在自己面前求情的样子 未来不想再被家人冷落 他希望陈念不要去报案 陈念本来已经放过了他 可是未来太过自信 他甚至想和陈念成为朋友 还说自己要报北大 在他喋喋不休的话语里 陈念觉得无比窒息 害怕自己未来都要笼罩在他的阴影里 于是陈念将他推下了台阶 考完最后一课的时候 小北在警察的眼睛底下拉走了陈念 他们都相信还能和对方见面 于是在警察赶来的时候 小北撕开了陈念的上衣 吻上了他的唇 接着在他们面前狠狠打了陈念一拳 因为未来的指甲里有小北的DNA 而且还借朋友的车抛尸 所以成了最可疑的嫌疑人 他之前销毁了陈念和自己接触的所有痕迹 甚至那张唯一的合照也不得不删除 陈念考完试后也被带到了警局 他们同时受到审讯 可是无论警察怎么去突破他们的心理防线 两人都统一口径不认识对方 最终小北要承受牢狱之灾 而陈念考了一个十分好的成绩 可以离开这里去向往的未来 本来一切尘埃落定 郑警官还是找到陈念 告诉他小北其实已经成年了 恕罪并罚他将会被判处死刑 这不过是郑警官的计谋 但害怕小北出事的陈念 心理防线还是崩溃了 最终陈念被关押去伏法 几年之后他出狱 成为一个人民教师 班级里那个怯弱害怕的女孩 仿佛是曾经的自己 于是放学后陈念送那个女孩回家 而在他们的身后 小北正守护着陈念 因为他们约定过他 如今的小北不再害怕摄像头 他不用隐藏起自己 他们可以光明正大的走在阳光下 陈念保护着学生 既是在保护当初的自己 也是在弥补 当初自己没有能力去保护的胡小蝶 他们是勇敢无畏的少年 所以一腔雇勇对抗着世界 他们是需要保护的孩子 所以在没有人保护的时候 只能自己长出满身的刺 青少年是祖国未来的希望 然而世界上 有无数个像未来一样的施暴者 以及无数个像胡小蝶 陈念这样的受害者 不是每个陈念都有小北 我们能做的 就是不要可恶地去施暴 淡漠地去旁观 希望所有的少年 都能走在繁花盛开的道路上